走在岗山之眼的天空廊道上 可以欣赏阿公电水库的山水之美 视野相当辽阔 市府观光局也推出延长夜间开放时间 以及年底免门票的优惠 市议员高敏林更建议 可以搭配露营和夜间欣赏萤火虫等活动 创造岗山之眼的新玩法 岗山之眼周边它其实是生态非常好 那甚至晚上会有萤火虫 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够设计规划一些夜间的露营 让这个亲子带着小朋友 爸妈带小朋友 那也可以有些生态生命的教育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的确是在周边的游戏区在观察 看能不能可以清出更多的空地 像您说的这个露营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样可以让我们市区或南台湾的人 其实在假日这旅游真的很夯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继续赶快来加强来执行 至于高雄市的观光代言人 过去几年都是由五月听乐团担任 产生不错的观光效益 高议员也希望延续固定式的观光代言人 凸显高雄热情活力的海洋气息 市府观光局长则透露 将有国际级的知名人士 会担任高雄市的观光代言人 是不是有可能再把这些 有高雄印象的美好的阳光的海洋的 热情的城市的形象带回来 请你相信我我的眼光跟我的水准也会跟您一样高 那在这里就先卖个关子 今年我们在年底的秋冬旅游 我们的确是有找到一个国际级的观光代言人 那他很快就会跟高航市民见面 也会替我们扮演很好的代言人的角色 高雄市的观光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疫情解封后表现不够出色 但新任局长周灵温承诺在秋冬旅游旺季 将为暖冬游高雄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记者李正道来长帮高雄报道